硬直的可併資訊標誌 臺六線有18區 公務員可以藉這個指標來前往 這也是我貼到一個標誌台的訊問 這個是國三星 國語夏語系統 以臺六線做貼到標誌公務 公務員可以跟著幸福公務來行走 春節期間主要運輸策略的部分 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在空間跟實際的分流 提供相關的替代道路來做分流 第二個部分是協調檢查單位 能夠協助我們做相關的路口的指揮部分 第三個部分最主要是要鼓勵民眾多多 運用公共運輸的工具的部分 利用這三個主要的策略 讓整個運輸能夠做一個分流 讓我們過年期間大家出遊 能夠快快樂樂 事實上在民區的部分 在國國運輸實上也有做了相關的規定 事實上民眾只要依照中央運輸中心的指導 事實上都可以安心的來達成部分 那如果民眾認為還是自行開車 會比較放心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多多利用我們的網站 提供相關的APP 提供一些交通資訊 能夠即時的事先來規劃整個每一個路徑 那這樣子在出遊的時候 能夠更為的一個順暢 著如果您יפ you are 可以進來把牠叫做相關之後 有些購入的圈子 有些購入的客人 要去這次地方上廁所 來試走 期間 非常新鮮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